那鹰在歌手又没忍住抱粗口 果然咱鹰子才是芒果收视率的神 妈的太好了 妈的太好了 鹰子你别以为你把头藏起来 别人就听不到了 就这嘴真是一点把门的都没有啊 歌手第六七了火的不是歌 依旧是那姐的直播间 毕竟鹰子有活是真整啊 上一秒还想着要几年慎行 上我们就是有直播间的啊 下一秒就立刻张嘴叫妈原形毕露 只能说咱姐这辈子也是装不了一点了 等到节目组固定的稿试念热搜环节 这边沈梦辰还在极力盖住手机 就怕龙龙看见难听热搜心碎 结果那姐注意到一个伸手抢过来手机 沈梦辰拦都拦不住 就是说我已经看到热搜了 龙龙看到热搜了 然后我觉得其实每次改编 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点 然后尤其是一个 然后尤其是一个非常 怎么又说你难听啊 汪苏龙姐小声点这也不算啥光彩事 只能说57岁正是藏不住室的年纪 龙龙你多担待一下咱姐吧 英子还不止拿捏住了直播间的看点 歌手新一期的笑点 也全靠咱姐给撑起来的 上台唱完发现自己没有冲绑歌手挑战 直接扭头就走 身后的何炅和海拳是叫都叫不回来 就这下班速度到底演了多少人 英子多留一秒都是对下班的不尊重 只想劝姐一句也没必要太过松弛 不然就会在看到尚文杰充满失败的时候 一语道破天机 他太棒了 对 请假 请假就请一天 建议以后主持人考核都把英子请去当考官 毕竟咱姐这也属于 主持人临场反映地域级别的题目 不过英子终于也是在50多岁的年纪 学会了人情事故 回想前几次直播的拘谨 这次姐长了个新年 时时刻刻都惦记着还在直播 可被主持人问尚文杰和袁亚维会选谁 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英子 这回直接给整个手足无措 英子都说了在直播你们这是要害我呀 而等到孙楠想要和他讨论 湘提莫和袁亚维谁唱的好事 咱英子的回答都已经能直接入选 他此生情商最高的时刻 只能说英子不愧是小品女王 一个晚上就能贡献这么多的优秀作品 咱说还得是实力派呀 芒果十项点还不把英子保送到决赛